中国版星链预计今年会升空 马斯克很匆忙 他一挥手 将星链卖给国防部 全面升级为新顿卫星 1万5千颗卫星排队发射 太空争霸时代可能很快就会到来 自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爆发后 美国星链卫星就成为了瞬间世界的焦点 不仅帮助乌军建立了沟通桥梁 还实时监控俄军 获取了大量有用的情报 给俄方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这种情况引起了很多国家的注意 为此 中国打造自己的星链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将分析星链升级为星顿的计划 探讨此举将对中国及世界产生何种影响 同时介绍中国版星链星座建设方案 分析其竞争力 最后 根据日益增长的太空作战威胁 找到适合我们的应对方式 俄军摧毁200个星链系统 在看似浩瀚的太空中 可以部署的卫星数量其实并不是无限的 据科学家推测 低轨道的极限容量约为5万个 为此 美国开始大规模抢占卫星轨道 不仅将19000颗星链卫星送入太空 还计划再次增加到4万2000颗 这意味着其他国家只能绕过美国在发射卫星时 申请的频段和轨道位置 现如今 美国星链再次露出獠牙 逐渐转向军事领域 进入乌克兰战场是第一步 在大数据和AI人脸识别系统的影响下 星链与无人机等武器装备联合作战 不断搜索战场上重要的斩首目标 然后通过相关技术人员的操作 这些星链终端设备给俄军操作带来很大阻力 结合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战报 多辆俄军电子战车辆和坦克被击毁 正因如此 俄罗斯不止一次向美国发出警告 要求其立即停止将星链终端输入战场 否则必将反击 见对方无动于衷 俄罗斯发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强行摧毁乌军地下军械库 拔掉65处装备存放处 俄罗斯国防部还宣布 在凌晨时 俄罗斯黑海舰队发射了6枚口径导弹炸弹 炸毁了位于敖德萨的一个乌克兰军事基地 造成了200个星链系统和90名存储技术人员 全部被大火烧毁 现如今 俄乌在巴赫木特周围击战 虽然俄军只剩下最后一公里就可以拿下这里 但是乌军有很多西方的先进武器做后盾 所以 这场战斗变了这是非常困难的 重要的是 无论你如何打击 星链在战场上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未来 他是否会与风暴阴影 远程巡航导弹 以及西方最近援助的其他武器合作 恐怕俄罗斯我不能肯定地说 因此经历这个隐患迫在眉睫 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星战已经开始 我们不仅要加快星链的完成 矛盾也要双手抓住 在项目真正实现之前 具备反星链的能力 以俄罗斯为例 与美国竞争多年 已经研发出星链克星 当轨反星链系统 该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搜索和定位星链终端的位置 系统开启后仅需五分钟 即可完成扇区180度扫描 探测距离10公里 搜索定位时间15分钟 精度5到60米 据悉 俄军利用该系统成功定位 随后发动猛烈轰炸 成功将星链航站楼附近的 乌克兰第77航空旅司令部全监 并歼灭数千人 然而 中国很久以前就有能力放置卫星打下来 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东风导弹 事实上 它有一个响亮的口号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 即使从外太空也能听到 但是 卫星一旦被压碎 很容易产生大量碎片 而这些碎片会瞬间散开 届时变成太空垃圾 很容易对载轨航天器构成全面威胁 相比之下 使用卫星攻击卫星更方便有效 例如实践21号卫星拥有先进的破损卫星销毁技术 当它靠近目标卫星时 它可以发射一张网将其覆盖 然后使用制动系统将其摧毁 它被拖入大气层 利用剧烈摩擦摧毁卫星 此外 激光武器作为一种发射高能激光束摧毁目标的新型武器 也算得上是破局的关键 2019年时 中国成功完成了地面激光试验 期间摧毁了数个目标 这个测试表明中国有条件在实战中开发和应用激光武器 到时候 穿透卫星能量裤就可以让对方彻底瘫痪 也用作定向武器的微波武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印度欧亚时报报道说 中国科学家开发了一种小型微波脉冲装置 虽然只有一张小桌子那么大 却能释放出千万千瓦的功率 发射频率达到每秒十个脉冲 具有秒沙克卫星的能力 总之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发展 中国在空间站 卫星技术 仿卫星技术等航天领域取得了很多卓越成就 眼下 太空军装备竞争愈演愈烈 我们需要加强应对措施 防止被外界针对和打压 美国星顿计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 给大家看一下